花莲县畜牧分尿资源化处理计划成立的 花莲县普什格早气发电中心 是全国第一座畜牧分尿早气发电设施 地点就设在玉里的三名地区 建制工程预计在110年6月底就可以完成 目前有8家在地畜牧业者和发电中心来合作 业者表示这些排放的分尿便交给专业 大大减少成本 使用猪尿分变产生的早气发电 花莲有相当成效 环保局表示 这项计划将使花莲继续筹向畜牧废水 零排放目标前进 畜牧业者也乐观其成 花莲县畜牧分尿资源化处理计划成立的 花莲县普世格早气发电中心 是全国首座畜牧分尿早气发电设施 设在玉里镇的三名地区 建制工程预计在110年的6月底前可以完成 目前有8家的在地畜牧业者与发电中心合作 业者表示这些排放的尿分便交给专业大大减少了成本 因为我们不用在我们厂区再去做一些 所有的处理跟就是设施的管理这些 我们都给我们只要做我们源头的减量之后 来到这边去他们去做一个比较高的能够去利用 然后让它发酵的那个效率更好 然后就产生了那些气体啊什么会更多这样 反而对我们的成本是下降的 未来每年预估减少畜牧废水排入河川将近8万公吨 消减河川污染源生化需养量约468公吨 并且可以利用早期发电 每年产生大约有80万度电 具有强劲的永续经营潜力 记者高松双预政采访报道